老美强迫阿斯曼尔禁售DUV光刻机 这时把他们往绝路上逼 他们当然要反抗了 要知道中国可是阿斯曼尔的第一大客户 占据他们34%的市场份额 结果老美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先是EUV不让出口中国 现在更是连DUV都不让卖了 这么反常的背后 其实是中国芯片的燎原知识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就来说说 美国准备再次对我们芯片下手的事 8月1号根据路透社报道 老美有可能禁止出口芯片生产设备 这次针对的目标是中国Nine的存储芯片生产商 其中还特意点名了长江存储 要知道在4月份时 老美就对长江存储进行审查 当时他们怀疑长江存储向华为供货 违反了老美的禁令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第二次下手了 而且还将目标扩大到了整个中国存储芯片 那么问题来了 老美真的要对长江存储下死手吗 存储芯片到底有多重要 为何不敢让中国发展起来呢 其实这是老美的烟雾弹 美国实际上盯上的不只是存储芯片 而是中国的整个工业 而这还要从存储芯片的重要性 以及中国存储产业崛起开始说起 对了视频制作不易 麻烦大家点个小红星关注一下 熊猫白鞋了 说起存储芯片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就是U盘 电脑硬盘啥的嘛 只是个储存信息的东西 它有啥重要的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 正是因为它在芯片里面属于比较基础的 所以它的重要性才大 就像电力一样 平时看着没啥用 但是没了它 所有的全球制造业都要瞬间崩溃 存储芯片的重要性也是如此 它在信息产业的作用 甚至比高端的SOC芯片还要重要 我举几个它的应用 大家就知道了 低端的有大家熟悉的数码存储 高端的数据中心需要存储芯片 5G基站需要存储芯片 人工智能需要存储芯片 甚至我们普通人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 都需要存储芯片在背后运作 就连SOC芯片也有基础内存 它就需要存储芯片 可以说 所有的信息产业都离不开存储芯片 而信息产业又是高端制造业的基础 所以说它是比高端SOC芯片还要重要 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SOC芯片只是决定了信息产业的极限 而存储芯片则是信息产业的根基 但就是这么重要的领域 我们却要长期的依赖进口 话语权一直掌握在 美日韩等少数外资企业手里 韩国的三星 SK海力士 美国的美光 西部数据 以及日本的东芝等企业 占据着全球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所以中国一直希望能够突破 他们的技术封锁 而且我们真的快做到了 老美为啥想要禁止 存储芯片制造设备呢 原因就是以长江存储为代表的 中国存储芯片正在快速崛起 我们发展的有多快呢 我们来看看时间线就知道了 中国真正大规模布局 存储芯片的是在2006年 湖北省后武汉市 共同出资组建一家公司 用来生产12英寸机身电路 这家公司就是长江存储的前生 武汉新兴专门制造存储芯片的 不过武汉新兴的运气并不好 刚刚成立没多久 就遭遇到了08年经济危机 市场和订单一起走下坡路 武汉新兴遭遇到了很大的困扰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 2014年 中国成立了国家芯片大基金 专门扶持中国继承电路的发展 在他们的支持下 武汉新兴与资光集团等国企 共同成立了长江存储 除此之外 还联合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 新华复旦等中科研究校机构 共同研发NenFlash芯片的相关技术 当时的存储芯片主要有两大类 一个是以Drum芯片为代表的 遗失性存储芯片 武汉新兴研发的就是这个 它也叫动态随机存储器 一般断电或者隔一段时间就刷新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内存 用的正这个 你关机或者手动刷新一下 内存就被清理了 保证手机的运行速度和性能 因为不具备长久的存储功能 所以就叫遗失性存储芯片 还有一类是以Nen的闪存芯片为主的 非遗失性存储芯片 它和遗失性存储芯片恰好相反 断电和刷新后并不会丢失数据 经常用于硬盘 数据中心等储存资料的领域 这两者都是主流的存储芯片 占据了市场95%以上的份额 长江存储有技术积累 资金以及人才的支持 所以瞄准的就是Nen的闪存芯片 在经过三年的投入和研发后 长江存储迎来了突破爆发期 2017年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宣布 在32层3D Nen的Flash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Nen的闪存当时也有两种技术路线 一种是2D的Nen 它的闪存颗粒是分布在一个平面上 所以叫2D Nen 至于3D Nen 顾名思义就是闪存颗粒不仅分布在二维上 在垂直方向上也有分布 3D Nen极大提高了闪存的容量 所以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技术 长江存储就是依靠它实现了国产闪存的突破 以及让产业界无比震撼的中国速度 在2018年时 长江存储就实现了32层Nen的芯片的量产 但是长江存储的辉煌才刚刚开始 同年 它们又突破了64层Nen的芯片技术 并且在2019年成功量产 2020年时 长江存储更是直接绕过96层 成功研发出128层弹的芯片 2021年同样实现量产 填补了国产空白 到了此时 长江存储在技术上已经不输给其他国家 有了燕技术支撑 长江存储的市场也逐能防备 2020年时 它们的市场份额才占全球的1%左右 到了2021年时 已经是3.4% 2022年预计将达到7% 这还是产能限制的情况下 如果按照预计产能走下去 长存的市场率将在未来三年 继续扩大一倍以上 长存的崛起太快了 快到让人刮目相看的地步 甚至成为中国芯片突围的典范了 所以在今年4月份 老美就盯上了长存 白宫撰写了一份报告说 长存对他们的美光 以及西部数据构成了直接威胁 老美商务部就找了个给华为供货的理由 然后开始调查长存 但是调查还没结束 让老美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2022年 我们存储芯片的整体产量实现了飞跃 除了产存外 中国还有专注专目的合肥长星 以及专注普通成土的进华集团 他们也已经实现了存储芯片的研发和量产 如果算上其他国外企业 我国在2021年 闪存芯片产量占到了全球的23% 相比之下 老美企业挺强 但是本土产量反而在走下坡路 根据咨询公司YOW的数据显示 美国本土耐的产存芯片的生产数量 已经从2019年的2.3% 降到了现在的1.6%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 美国计划打压中国存储芯片的传闻 那么 他们这个传闻如果成真 会不会对中国存储芯片产生影响 答案是影响肯定不小 但是不会像当初华为那样 事实上 如果禁售中低端芯片制造设备 难受的不只是中国 还有国外企业 因为从传闻上来看 老美主要是禁止向中国出口存储芯片的制造设备 以此来限制我们发展 但是与手机芯片不同 NAND芯片因为有3D的堆叠 所以对制程的要求并不高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3D NAND Flash制程 一般是在20纳米 包括我国的长存 以及美光 英特尔等国际巨头的闪存产品 用的也是这个制程的芯片 在短期上 长存能企业已经建好的生产线 可以继续使用 按照规划 今年可以达到每月15万片的产能 也能满足交付使用 影响比较大的 则是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实际上 28纳米光刻机经过多次曝光后 也可以生产出20纳米的芯片 只是成本和效率慢点 所以中国只需要攻克28纳米光刻机 那么就可以满足中长期的需要 而我们其实已经在研发的路上了 具体的不方便说 大家可以自行查找资料 总之在28纳米和20纳米光刻机出现之前 我们确实会阵痛 但是生存却没有问题 不会出现像华为那种 没有芯片可用的地步 但是受影响的其实不仅仅我们 老美和韩国的巨头们受到的影响更大 虽然我国层储芯片产量达到了23% 但是这里面外企还是占到了大头 尤其是韩国的三星和SK海力士 我们以三星为例 在今年的4月1号 三星在西安的第二期工产建成投产 月产能达到了13万片 加上一期的12万产能 三星仅在西安工产的产能就超过了25万片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数字是三星Nine的闪存总生产量的四成以上 同时也超过了全球Nine的总生产量的10% 而韩国的另外一家Nine的芯片大厂 SK海力士也在中国下了重铸 在去年年底 SK海力士完成了收购英特尔在华的Nine的闪存 以及SSD业务 而代价就是SK海力士将在收购的第一阶段 向英特尔支付70亿美元 韩国的三星以及SK海力士 就是看中中国庞大的芯片市场 所以才愿意花费重资在中国投资建厂 或者收购生产Nine的芯片 如果美国一旦限制对中国出口芯片的生产设备 其实就是光刻机 对于这两家韩国企业来说 无疑也是灭丁之灾 对于老美的美光和西部数据来说也是如此 他们在中国也有工厂 除了存储芯片企业头疼外 阿斯曼尔也非常难受 先前他们就被禁止向中国出售EUV光刻机 而从去年开始 老美又不断游说 连DUV光刻机都不要卖给中国 要知道 中国已经是阿斯曼尔的最大客户了 占到他们营业额的34% 没了中国市场 阿斯曼尔将受到巨大的影响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 当时消息传出去的时候 阿斯曼尔的股价瞬间就跌了 而且跌幅还不小 他们的老总非常反对这种做法 不断表示 禁售DUV光刻机 只会加快中国自研的速度 因为DUV光刻机并不是很先进的制程 中国已经多次传出 成功研发出20纳米的消息 虽然还没有经过证实 但是也给了阿斯曼尔很大的压力 如果他们离开中国市场 那么等中国突破DUV光刻机的时候 阿斯曼尔中低端产品将面临同样的绝境 所以对于阿斯曼尔来说 不管是从短期的业绩还是长期的市场来看 他都不愿意离开中国 所以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阿斯曼尔不仅没减少出口 反而向中国出口了22台DUV光刻机 几乎是其他国家的总和 但是阿斯曼尔依旧挡不住老美的施压 至今美国和荷兰还在紧急协商当中 所以你认真看 美光和西部数据是老美的企业 阿斯曼尔是老美控股的企业 而韩国则是老美一直想要拉拢的芯片制造大国 甚至连小老弟日本的尼康 也被老美要求不要售卖 在他们的背后 还有更多的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身影 这些企业也会遭到很大的冲击 但即使如此 他们宁愿冒着自己人损失惨重的风险 也要对我们下手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他们不知道越是封锁中国 中国突破的速度就越快吗 答案当然不是了 美国拥有很多顶级的资本家 他们对利益看得比谁都重 如果这么做没有好处 他们是不会放任政府这么做的 原因就是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中低端半导体 对它制裁的好处原胜于内电损失 提到中低端半导体 大家可能下意识会觉得 它好像没啥技术性 所以觉得它并不重要 但是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从芯片本身上 中低端的芯片确实不好听 但是从背后的产值来看 它和存储芯片一样 是我们众多产业最重要的根基 根据知名芯片分析机构 IC Insights的数据显示 2021年 全球半导体市场10纳米以上的芯片 只占到29.9% 剩下的70%都属于中低端芯片 它们只要由DUV观刻机 就可以生产出来 这些中低端芯片背后的市场 有多大呢 答案是非常非常大 远胜于先进芯片的市场 一般芯片等级可以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是消费级 工业级 车规级 军工级 每个级别的芯片标准都不相同 其中芯片的寿命和可靠性 是依次递增的 毕竟汽车和导弹5小时 一用就是几十年 工业生产线也能保持大几年 而手机和数码产品 可能几年就换了 较贵的很多 总的来说 制造业还是以中低端芯片为主 像汽车的大部分芯片制程 也在28纳米左右 家电更是在40纳米左右 大客机类的芯片都不谈制程 只要求可靠 还有庞大的军工类等等 这些行业的价值非常大 其中 汽车年总产值突破10万亿 家电年营销额突破1.2万亿 大型客机市场更是超过8万亿 而军工市场也超过了万亿等等 相比之下 需要先进制程的手机和计算机行业 年营业收入不超过1.5万亿 而这里面还有很多 需要采用成熟制程的芯片 这些行业都是我国高端制造业的代表 同样的还有在信息产业 由于物联网 自动驾驶 AI智能等新领域快速崛起 他们对于成熟制程的芯片需求越来越多 像IGBT 传感器等等 都是比较成熟的芯片 所以中低端芯片 不仅是我国高端制造业的根本 也是未来信息产业的根本 恰好中国这几年 两个数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个是彭博社的数据 在2021年中 全球20家增长最快的芯片公司中 有19家是中国公司 已经不能用远胜来形容了 只能说是完全掉大 第二个是国内的光刻机市场 由于EUV光刻机被禁 所以很多企业干脆放弃进口EUV光刻机 而是改用DUV光刻机 很多国外产家卖到手软 现在去定制一台芯片制造设备 需要等18个月左右 然后DUV光刻机的二手市场就火了 有些高端芯片设备的价格 甚至比原来的还翻了5倍 老美越制裁 我们发展的越快 有种新兴之火可以燎原的感觉 他们当然想要考虑再进一步 对我们下手了 如果真的禁用DUV光刻机 我们各个行业确实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最终谁受到的伤害更深 还不一定 道理和存储芯片一样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 很多企业都在中国有着庞大的利益 可以说是一损俱损 一融俱融的存在 为什么说老美一直在针对我们的制造业 但在今年7月份时 中国进出口总值却能增长23% 贸易顺差还能扩大到81% 原因非常简单 大家其实看透了 没有中国 本土的制造业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 所以老美试图将中国单独孤立的套路 和先前产业链去中国化一样 基本很难实现 比如阿斯麦尔和苹果就是 你不让它卖给中国 和断它财路有啥分别 中国制造业确实到了转型的关键期 只要闯过这个关口 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了 到时候 天高任我飞 逾越变成龙 期待我们能早日实现它 好了都看到这边了 喜欢的话麻烦点个赞和关注呗 我们下期见